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每年的春天不少乡亲们都在期待着国家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 它就像一股春风一样给我们带来好政策 指引着新的发展方向 那今年也是我们国家连续发布的第18个中央一号文件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利好呢 现在我来到了沈阳农业大学 找到了这里经济管理学院的警院长 今天我们让他来给我们详细的解读一下 那今年这个一号文件里边对三农工作下达了哪些硬性的任务和指标吗 今年呢我们最主要提出要由脱贫空间全面的转向乡村建兴 那么实现脱贫空间向乡村建兴的平稳过渡 第二个呢今年的一号文件特别强调了粮食安全 稳定18亿亩的基本农田 同时保障生猪等农产品的有效供给 再一个呢就提出了全面启动乡村建设行动 国家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 重要的是在第三点 在脱贫空间取得全面胜利之后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特意提到了 要设置一个五年的过渡期 那这个五年过渡期 对于我们已经脱贫的村子和乡亲们来说 可以说是一个利好消息 那包括呢对这些低收入阶层 要我们不断地进行动态的监测 这都是有效能保障低收入群体 不再群体性的反贫 另外一个呢就包括我们要进一步的通过发展乡村产业 发展特色产业 拉动低收入群体的这种就业 今年国家又提出以工代振 这些方式呢都能有效地防止低收入群生再反贫 在我们辽宁省内 这些年前后下派了一万一千名干部 下到农村去当第一书记 这些第一书记们在脱贫空间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有的给村里通了水解决村里老大难问题 有的为村里找到了支柱型好产业 解决村民就业难题 那么将来呢我们第一书记 那么就要放大格局 把整个自己所下方案之内的项目振兴 产业发展 以产业为主的包括我们的文化 包括人才 包括治理 等等这些问题都作为自己的主要责任 可能对于辽宁来讲 我觉得辽宁还是要首先找产业 秋收季节经常是几家欢喜几家愁 有些农户家的农产品还没有成熟就被预定出去了 而有的压根找不到销入 导致农产品贱卖或者烂掉 那在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当中提到了一个词 叫新型经营主体 像在我们过去的采访当中 很多老牌产区在大时代的推动下 完全焕然一新 展现出了新面貌 比如说年纪60岁的村书记 通过网络直播带货 把大山里的红南果梨 销往全国各地 更有乡村里涌现出了很多90后 甚至00后 玩转新媒体 做账号 养粉丝 吸引村内劳动力 销售自家农产品的成功案例 对于小农户 可能更多的要和合作社和新型经营主体 进行更紧密的结合 通过自己的这种劳动力 为合作社 为新型经营主体提供劳动力 也就实现了这种就业的收入 这个新型经营主体呢 通过公司加农户 或者合作社加农户 这样一个形式来带动农户的共同发展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里 三个关键词中的一个 就是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 乡村建设会给村里带来啥新变化 想要在农村大展身手的乡亲们 今年又有啥样的新机遇呢 咱们接着往下看 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 有啥新亮点 农户种植养植 有啥新方向 农民增收致富 有啥好办法 农大专家为您一一解答 我在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里 看到了一个新词 叫做乡村建设 而且这一号文件里 专门用了一张的篇幅 来进行全面的部署 那今年的这个乡村建设 到底要怎么来建设呢 第一个呢 提出了要对乡村进行规划发展 乱搭乱建 这些呢可能未来都要注意了 要规划有序发展 加强乡村规划性 第二个呢 就要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 这边包括农村的暴露 农村的水利设施 农村的5G网络 农村的能源 数字农业 第三个呢 就是关于人群环境整治 这呢也是我们这几年 一直在做的 包括垃圾分类 包括黑色污水的处理 包括改造厕所 厕所革命 是咱们国家对厕所进行改造的 一项重要举措 好多乡亲们在过去的几年中 也确实尝到了 好政策带来的甜头 那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 对厕所革命 依旧是非常重视 确实对于我们辽宁来讲 气候比较寒冷 就会发生比如说冬天冻结 对辽西有些地区呢缺水 那么我们水冲厕所就不太合适 所以这一次呢 中央一号文件里面提出来了 要加强对于比较旱的地区 以及天气比较寒冷的 这种适用型的测试改造技术 要加强这个技术研发 来解决这个问题 说完生活保障问题 再看一号文件当中 是怎么对乡亲们 自家产业进行保障的呢 现在很多产品面临着 刚上市就卖难的问题 像苹果地瓜等等农产品 不好越冬保存 在过去我们也帮助过 很多农户朋友们找销路 那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当中 有一个对农民朋友们 利好的政策 要加强物流网络的建设 包括加强冷链仓储的建设 还建议农民朋友 在田间地头建设小规模的仓储 包括冷链的储存设施 验藏农产品保存期 然后使农民朋友 能够找到合适的上市时间 回避市场风险 有很多进城务工的农民朋友们 从事着这些行业 比如说家政类的 机械类的 他们也会提出疑问 有没有规范的培训机构呢 那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当中 特别提到了 要加强对农民的培训 包括教育体系的建设 包括奢农的职业院校的建设 包括奢农的培训机构 要大力发展 包括奢农的高等院校 也要大力发展 辽宁乡村油带火了不少小村子 一提到乡村油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 就是爬山 采摘 钓鱼 之后再来上一顿铁锅炖大鹅 小鸡炖蘑菇 不管是去辽东还是辽西 陷入了一种 同质化严重的局面 那面对我们省内 丰富的旅游资源 该如何好好利用呢 一定要研究城市人们的这种需求 把需求和我们的产品向对接 提高我们的设施水平 服务水平 管理水平 现在有一个趋势就是把农家乐 包括鱼家乐 转变为高档的民宿 这也不能一哄而上 要结识的实际情况 要一定要挖掘我们辽宁 本地的资源 在我们省内 已经有不少乡村干部 走出去到外省学习 看看优质乡村油的 经营模式和特色 然后回来结合本村特色 进行改良 尤其要注意发挥我们冰雪的优势 因为辽宁的冬季比较漫长 那么现在辽宁的乡村旅游 面临一个问题就是 明天时间太短 所以必须要通冰雪 来尼古这个问题 二者将结合 咱农民朋友们 不光要低头苦干 更要多关注国家政策 搭上快车 紧跟时代步伐 今天的中央一号文件解读 是不是为您带来了 不少新思路呢 鞍春蛋咱们常吃 但是鞍春可不常见 辽阳灯塔的大观音阁村 不少村民在家里都养鞍春 严志宏一家 正是靠着这个小小的鞍春 让日子过得是越来越红火 一大早正是 严志宏忙碌的时候 收蛋称重 平均每两天 严志宏都要卖将近17框的鞍春蛋 严志宏养鞍春有六年的时间了 别看现在日子过得挺红火 一天整个四五百不成问题 可是要搁在六年前 当时严志宏的日子 只能勉强维持 全家人的生活重担落在了严志宏的身上 可是由于脚步有残疾 严志宏没法干重火 出门打工更成了奢望 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听说了鞍春养鞋 都说家财万贯 带毛的不算 这一年严志宏的养殖之路并不顺利 严志宏说相比较机 鞍春的回潜速度会更快一些 从浸除的第一天到浴除下蛋 一般是四十五天左右 经过长时间的养殖 严志宏还养出了经验 给鞍春放进 我们放这只 就是为了稳定鞍春 受外界声音 干扰 就是干扰的 让它挺奇怪的 之后外边有什么喇叭车什么 或者刨车什么 这个怕的大龙 你看它脑的特殊脆弱 创造有铁网的地方 它连上突破就死 最近几年 随着规模的扩大 严志宏研究起了鞍春的浴除 专门到江西学习 还购置了孵化鸡 现在这里用来养的那个商品鸟 这就是所谓卖蛋鸟 我这个房子就是浮化的 这边我有浮化鸡 这边就是我自己养的肿鸟 这就是用那个肿鸟下着蛋 我就开始孵出来那个小鸟 严志宏给算了笔账 每天卖蛋的纯利润在四百多 等到鞍春厨出栏之后 每只的收入在三毛左右 再加上卖肉食安纯 一年的纯利润大约在十万多 我想在这个地上 才盖几个房子 将来办一个家庭农场 人那个命给我造成这样 但我不能印这个命 我就靠我自己双手 我记住说我走道 我不能说那么说 像那个正常人说 能干什么体力活 但这些码说我能 都抗个鸡器 喂喂料啥的 我既然干着这行的 我就给他干到底 做到自己的那个成就 小鞍春带来了高收益 严志红也通过这些鞍春 让日子过得越来越红果 去年全省各地的 中石油加油站 又多了一项新的服务 叫放心农巴 过去对农资一窍不通的 加油站的工作人员 现在也是跨界 成了农资行家 为乡亲们服务的 那真是头头是道 咱们到银口大师桥去看一看 这场开在加油站里的 农资推介会 中西589跟1899 他俩的那个重置的点据 是起到拔顺 就是同样的一亩地 别人中一词 你可以中起到拔顺 你可以做中不少 你想咱做中那么多客 产量仗肯定是上来 并且才是秘词的 90后女孩石小月 是银口大石桥市 第十加油站的站长 以她现在对农资产品的了解 都快赶上咱黑土地的技术园了 中地咱怕这个暴力它倒足了 对吧 它这个详细589 它就散成七层根 然后它那个最下边的那个节 它又短又数 并且它得税微是在103 就是一米多一点 103左右 这样的话 它整个中心都在下边 并且它散成七层根 抓地形 还抗汗还抗烙 感谢大家被在本房之中 重控来参加 由中国石窑和辽宁卫斯黑土地 携手举办的种子化费推广会 我是本站的站经理石小月 对大家的到来 表示热烈的感谢 欢迎 我点200 接近300的目的 那么多呢 对 买种子了吗 还没买 我现在买的一个是 五花点 详细五花点 对 嗯 好 所以你如果你要有零钱 你就给我站好 挺好的 我这钱里还有很多 你可得装好了 嗯 好的 你总结一下大概能有多少 今天 总共是3000多 这个 一下五一个小时 没有就三个 这个是生长气 是127点左右 然后呢 猪蟹是紧臭 猪蟹是273厘米左右 顺便是109厘米 能脱稿了能复健吗 这不想记不住 一般的时候啊 能够到咱们放心东吧 以后第一句话就问 哪个种子最好啊 我要买哪个 其实这个时候呢 我们作为一个校售呢 一定要把口关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不是说所有哪个种子好 而是哪个种子适合它 一定要因地制宜去选种 比如说你是8地啊 平地啊 克水618570 山地啊 汉地啊 岛福的情况比较严重啊 这一情况下呢 我们就选择这个 咱们这个强细589 目前站里主要推荐的玉米品种有三个 楼技术员就把这三个品种怎么区分 怎么推荐 各自的突出特点都详细地说了一遍 为了检验小半天的上课效果 楼老师需要进行一轮小测验 纸跟纸杆 抗导服哪个品种 墙系589 不控杆 不凸件 耐烙 耐汗 抗导服 哪个品种 两指好 七二号 两指好 好卖粮 好速度 哪个品种 猪高矮 睡位低 最高产 昆瑞618 轴系 粒身 棒大 我们站附近 挖地适合众神吧 沈农大L570 挖地平地都能用 甭管是加油还是推荐农资 咱放心农巴站点的工作人员们 都是格外用心 下这么大力气培训 也是为了能给咱乡亲们推荐 最靠谱 最适合的品种 所以乡亲们可以完全放心 选好种好肥 就来中国石油加油站 放心农巴 大家早上好 欢迎您收看由锦诺6A冠名播出的 谈天说地 我是鱼儿 今天是农历的2月22了 那今天咱们全省都以多云为主 部分地区是有小雨的 北风或者东北风在4到5级 部分地区是在5到6级 白天的最高温度在11到14度之间 夜间的最低温度在零下3到7度之间了 虽然说我省入春的进程 充满了各种坎坷 但是呢 随着暖气团势力的逐渐增强啊 相信我省的春天也是值日可待的 让我们耐心等待 静待花开吧 了解过了天气 咱们再来看看乡亲们都有哪些问题 有一些观众啊 想了解一下适合辽南地区种植的 耐酪的玉米品种 那接下来呢 就有请二压 帮她向技术人员咨询一下 郭技术 我听说咱们辽南地区 就适合这L570 我就想问问 它抗不抗烙啊 整个L570啊 是一个比较抗烙的一个品种 像经过咱们三年以来的四点实验 有很多呢 农户啊 选择把570种在咱们那个烙地上 因为它非常的抗烙 像去年呢 咱们经历了几项台风 有很多地坝地块呢 长期的纯水 玉米呢 有的咱泡十天半个月都有 但是咱们570呢 经历过这个考验 在这样极端烙的情况下呢 它也能正常的一个活稿成熟 没有出现烙死 放开一个情况 说明 史康达还是570 它是一个非常抗烙的一个品种 所以说 它是非常适合咱们 沿海地区 流南地区 种植的一个品种 还有一位观众 想了解适合 机收的 粮制好的玉米品种 那接下来请二压 帮她向技术人员咨询一下 咱那地区吧 基本上都是机械收割 它适合不 沿海地区 它是一个非常适合 机收的一个好品种 它的猪高呢 在2米7左右 碎位呢 在1米05左右 是1米05 它是非常适合机收的 如果果顺太高 或者果顺太低呢 咱们在机器收割的时候啊 容易造成丢碎 漏碎的情况 造成人为的减产 而且呢 它的后期脱水比较快 它在活盖成熟 情况下 能脱到25个水左右 完全适合咱们机械收割的 一个标准 那你说它粮子咋样 整个DIE它粮子非常好 刚才咱们说了 它在活盖成熟啊 能达到25个水左右 咱们有个农户啊 没有地方储存 或者储存困难呢 咱们可以在田间呢 就进行一个卖粮 如果说太湿的话 咱们在脱粒的时候呢 容易造成脂粒的破水 影响咱们的一个卖价 太干呢 咱们在进行机械收割的时候呢 还容易造成 因为减产 因为它掉的粒子 咱们是减不起来的 所以说沈农大DIE呢 它是非常适合 咱们在田间就进行拖粒的 而且呢 它的荣重呢 能达到780克每升 咱们国家一等粮的标准呢 是720克每升 它远远高于咱们 国家一等粮的一个标准 在我右手边这个品种啊 就是我们连达种业 今年主打的品种 叫连达快乐5R 然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品种的特性 咱们看这个5R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抗性特别好 然后呢 产量也非常高 抗性呢 主要体现在抗导 抗病 它的这个抗导 就是抗服能力特别强 你跟我看一下 它这个猪高 你看我这个将近1米8的身高 我身手就快能够高到了了 它正常猪高也在2米5左右 水位呢 就是1米左右 所以它属于一个矮杆形的品种 矮杆它就抗导 对吧 再看看那个猪形 看那上部叶片 非常上冲 上冲的叶片 它便于这个通风透光 下部叶片啊 比较平展 平展呢 它就是利于这个光合作用 采光信号 产量非常高 困难5R的下部节间 非常短 短节间 它就抗导性好 而且它不用打化控剂 咱们平时 有些这个农民经常问我 咱们652 怕不怕倒 用来打化控剂 它说别的 有很多人说 买种宅别人买 需要打这个化控剂 但是我们这种不用打 它天生下部节间就短 咱们就省去了 打化控剂这一步 给咱们老百姓 也省了一些这个成本 这个时候有不少乡亲们 都已经把家里的包米出手了 但是啊 锦州黑山的刘大爷 真是一点都不着急 价格不到位 说啥也不能卖 那么为啥刘大爷这么有自信呢 包米又好在哪呢 一年又一年 就想多挣钱 我是帮大伙增产增收的 种地小助手胖鸭 黑山县呢 有个刘大爷啊 要说我刘大爷这人办事 那可算是一点都不着急 你看呢 这都啥时候了 他家这包米还在站子里放着呢 刘正学刘大爷 是锦州市黑山县 李家镇广盛村的包米种植户 别看李大爷性格 慢悠悠的不着急 人家洗礼啊 可是特别有谱 因为去年选对了好品种 产量和卖价一点不发愁 这是啥品种 第二次挑一个磅 我就说一般磅啊 就这个磅你拿屋搓去 最低搓半斤到五两磅 你搓过 我搓过 但我拿那磅是搓了五两七 咱别说五两七 你就平均四两都行 卖干粮也卖三万斤也得过去 一块五一斤 四万五千块钱的收入 刘正学去年一共选了 三样咱黑土地的品种 沈农大DS1 红硕1899和BS1718 用刘大爷自己的话说 今年腰包这么国 全靠当初舍得投资 买了质量高的包米籽 这些品种是都好 到收的时候全是绿叶 大约30公分没有干湿土 那大列子地里都列到这个样 但这都是活干城市 今年我又换一样 又换一样 今年换了一个H355 你得相信科学 你新上市的品种 你跟十年前的品种 它就是不一样 刘大爷所在的黑山县 年年风沙都特别大 尤其去年连续好几十天不下雨 还赶上了九级大风 不少人家的包米都成片成片的倒 你说那风有多大吧 鸽子飞光丢了 随后你都瞅 那大地的包米全都倒了 但这个直流的 直流的 都邻居全都倒 都倒我们地里了 黑山呢 这主要呢 就是风沙比较大 就是沙土地 风大的地区 就特别的多 所以我给大家呢 推荐一下 大家种那个DSE 抗汉的 抗岛福的呀 1899 还有那个咱们国省的1805 一定要保证咱们地温达到10度以上 一周的时间再去播种 这样才能高产丰收 大家看胖儿身后 雾气朝朝的 其实呢 这还真就不是雾 是啥呢 是风沙 这黑山线啊 每年的风沙都特别的大 所以咱乡亲们在选子的时候呢 一定要选择那种啊 抗岛 抗风的品种 猪高要选择矮的 岁位呢 要选择低的 大伙在选种这方面 还有啥不懂呢 联系我们黑土地 好者好肥 咱黑土地 帮您选 咱们黑土地的送货小车 是一直在乡间穿梭 您还别说 送货的同时啊 还收获了不少粉丝呢 去年丹东同兴镇啊 很多乡亲就是通过这个送货车 了解了黑土地推荐的好品种 买了不老少 那么种的到底啥样呢 咱们现在到同兴镇去看一看 大伙还记得不 去年咱们黑土地农资送货车 头一回来丹东同兴镇 同兴镇 给乡亲们送种肥的时候 大伙可是找咱诉苦来找 我买的那个 这经济最肥 肥尿酥 倒醉 管车都想买个不倒的 他就年年倒 倒了就没茶凉了 一亩能大多少 一亩地啊 打不上 也就是七八百劲 他那个化肥吧 老百姓讲的就是说 这个玉米种了以后啊 他那个费车啊 顶不到120天 不是这边尿酥的钱的家 他肯定就是不行了 对 种了一年 在黑土地推荐的品种以后 今年咱再来看看 乡亲们的凡响咋样呢 哎呀 今天好哈 今天 怎么个好法呀 不倒啊 去年哈 可能这一个堆 就我自己 就一袋 一袋装的 今年多少 全都来了 按明天都连过来 问我那报名怎么样 我家还留了点报名 我说你看看这报名怎么样 化肥效果是比较危险 去年我就是中二了 我累 我去年中二了以后 你知道手手的时候 就去量 没追肥 嗯 没追最脆 从这儿化这个料手机里 没追肥 挺好 去年效果不错 嗯 怎么个好法呢 嗯 报名业材长得也好 不用回忆 看业材就看出来了 要不干活也不能买这么急 不去量去年中 嗯 效果怎么样 还行 怎么个行发 我今天花花样 想试几个新品种 嗯 我看电视挺好的 去年一目的能打多少 一千了 不都两千里吗 倒腹了吗 没没没 种肥品质要是好啊 那大伙的购买势头 可不是盖的 除了去年购买过的老粉 新粉 那也是不少呢 甚至有很多乡亲们 都是老早地赶过来排队 生怕自个儿 买不到心仪的品种 既然他们都买 我也更白点 人家那个地老不行 长不起来 他用这个 那同片地有没有别人种我们 还有这个 就是他这样 就是老于别人带着那种 他种挺好 他也不用威 也不用醉飞 看人家是咋好呀 那个康凤好啊 不倒不是吗 大家就是说 旁边的用的是别的牌子 要是倒幅的 咱们这个也都没倒幅 去年主要的用力是什么呢 主要用力是咱的复合肥 今年呢 就是因为复合肥 那种力挺好的 买种子也多了 怕买不着的这种情况有吗 有 而且呢 今天临时来买的确实是多 还有挺远的呀 这个烫瓷针的呀 还有不是我们门村村民也过来了 都是无名而来 好种好肥拿到手了 但是规范种植也很重要 这不 在黑土地技术园 也是抓紧时间 给大伙补了个课 为了就是 让咱乡亲们来年啊 都能有好产量 好收成 过来过来 挺回来 到时候回家 你别帮你总的买好了 回家别给总回来的啊 这个沈农大 还是570啊 这个品种 第一个 种植时间不能过早 咱你们这个地区 现在是丹东地区 也属于沿海 沿江气候 它种植时间呢 需要在5月10号上下左右 那样的温度上来了 除苗也快 然后后期长的 它也快了 再一个就是种植这密度 密度不要过大 在这个地区 五网苗 在3500株左右 就行了 这一带是7200个地 能种两亩地 还能生一点 地头地尾 它也都够了 总而言之 一句话 为大伙推荐 好种子 好化肥 为乡亲们 增产增收 保驾护航 就是咱们黑土地 永远的目标 春暖花开 大地回暖 江里的鱼儿们 也迫不及待的 要出来透透气了 丹东宽店 举办了首届 鸭绿江开江鱼节 那么现场都有哪些活动 开江鱼们 到底有多大个呢 咱们现在就去看一看 春暖花开 冰河解封 咱们的鱼儿 就要出江了 我这里所在的位置 是咱们丹东宽店的 河口景区 现在正在举行的 是咱们宽店首届的 鸭绿江开江鱼节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开心的锣鼓 已经敲起来了 那么今天就有什么 好吃的好玩的 咱们一起去看一下 好水才能出好鱼 那咱们宽店线的这个 鱼业资源 到底有什么优势呢 我们今天请到了 咱们宽店线农业 农孙局的孙局长 给我们介绍一下 来孙局长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你好 宽店线啊 水域资源十分丰富 我们有河辽 大小河流 584条 那么人均占有水量 是一亩 是全国的四倍 是辽宁省人均占有量的 二十倍 我们现在啊 鸭绿江 对亡想养殖内达到八十万平米 那么年产 水产品 能有六点七万吨 产值每年十个亿 我们鸭绿江的开江鱼节 它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活动 同时还是一个文化活动 我们这次活动当中 融入了很多文化的东西 为这次活动之后呢 我们会把今天 我们在现场看到 好多的文化的东西 会申请相应的专利 水峰湖的鱼有八十九种 那么主要有连鱼 连鱼 鲫鱼和鲤鱼 还有巡黄鱼 那亚绿江的水质啊 非常好 污染 我们也希望啊 宽店 亚绿江鱼 能够走向全国 也可以让用户 放心食用 开江鱼来了 来来来 看看 看这鱼有多么的大啊 我来试一试 看 拿起来了 非常非常的沉 太甜了 尤其是在亚绿江边生长的 现在 对亚绿江鱼 特别有感觉 那今天中午 准备去吃鱼吗 吃鱼啊 亚绿江的鱼啊 一定要吃 刚才挑了一个扁的 李那庄那是什么鱼 那个连鱼 连鱼 那我看从 是一个 从一个龙门里面走过来 这个有什么寓意吗 还是有什么想法 那个 刚开始不是需要 那个鲤鱼挑龙门吗 这个寓意挺好的 然后就是 从那龙门咱走过来 大家看啊 这就是我们仪式上 由渔民们 刚刚打捞上来的 开江鱼 我们能看到 你看看每一个呀 都还活蹦乱跳的呢 现在呢 鱼已经有了 它的味道怎么样呢 闻着这个香味啊 我们就来到了 这个大锅旁 看看 我们的开江鱼 已经开锅了 大姐 这个鱼炖了多长时间呢 这个鱼炖 最低的一个小时 它是什么鱼 连年几粒 连年几粒是吗 这个是那种 四种鱼连年几粒 那它这个 咱们炖的这种鱼的 最重要的是在哪啊 最主要是咱们 鸭路江水炖的鱼 咱们鸭路江的开江鱼啊 好吃就好吃在呢 鱼儿经过了一个冬天的沉淀 它的这个肉质非常的紧实 脂肪很少 所以呢 今天我们就坐在鸭路江畔 来品尝一下这个春天里的第一味鲜 鸭路江的冷水鱼特别有名 连年祭礼这四大品种啊 也是当地啊 铁锅顿的主菜 那今年鸭路江冷水鱼 还获得了一个新的荣誉 入选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 那么鸭路江冷水鱼 到底有啥特色 入选区域公共品牌之后 又会给那里带来什么新机遇呢 此次鸭路江开江鱼节 除了共赢丰收 还有一个重要日程 就是发布区域公共品牌 鸭路江冷水鱼 在会议现场 养殖企业带来了经过加工之后的 鸭路江冷水鱼 这条鲫鱼吧 一般在四年生 四年生 鸭路江的水质呢 就是它这个积温较低 这个生长周期比较慢 所以我们这个产品呢 就是它这个口感呢 就肉质比较紧实一些 然后我们的技术呢 是超低温冷淡技术 液淡技术 用这个瞬间锁水 就是零下190度的水 保证它这个和活鱼的口感 是一样的 冷水鱼顾名思义 就是水比较凉 温度比较低 一般来说啊 冷水鱼界定在水温 12到18度这个区间内 那么鸭路江冷水鱼 有啥特色呢 因为这个鸭路江这个水体 它是可以直接饮 饮用的一类二类水系 水质清澈 水体呢 水体特别大深 所以呢 这个整个这个 是这个养殖的这个环境 生态环境非常好 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 是指在一个具有特定自然生态环境 历史人文因素的区域内 由相关组织所有 由若干农业生产经营者 共同使用的农产品品牌 该类品牌由产地名加产品名构成 更重要的是 区域公共品牌会在产品品质 及使用范围上有明确的规范 在此次发布会上 就明确公布了宽店鸭鲁江冷水鱼 区域公共品牌的管理办法 这个区域公共品牌的这种建设 持续推进 将来整合这个鸭鲁江山的渔业自由 走这个极越化之路 抱团取暖 发挥咱们这个农策产品的这种 这个影响力 进一步在领市场扩大营销 如何保障区域公共品牌的公信力呢 为此 宽店鲜在首批授权使用品牌的企业当中 进行了溯源体系建设 这个鱼是我们全程跟踪的 一个检测认证溯源的一个产品 您可以扫一下这个二维码 是我们中检溯源的二维码 里面所有的信息都在里面 在几年前 我们对这个鱼的生产情况 指教情况 已经都进行了一些跟踪 所以我们一个是消费者 看着溯源码了解整个生产过程 他能更放心的去消费 另外对我们整个的品牌 对我们整个的产品进行了宣传 好水产好鱼 好鱼必将迎来消费者的认可 与此同时 随着深加工技术的完善 鸭绿江鱼深加工的品类 也丰富了许多 不断适应更广阔的市场 我们选择宽电的鸭绿江冷水鱼 因为宽电的鸭绿江冷水鱼 随着它这个区域公共品牌的一个打造 那么它在产品的品质 产品的生产端 包括检测溯源 这样的加工 这样一个整个的生产链和供应链上 是逐渐的区域完整 所以我们更倾向于选择这样的产品 去针对不同的电商渠道 去进行推广和销售 有了区域公共品牌的助力 受益最大的就应该是我们的养殖户们了 他们通过此次区域公共品牌的建设 又有哪些收获呢 我是在这个行业 莫爬滚打了十几年了 就是深知养殖行业的辛苦 也知道 就是说咱们品牌的重要性 通过这次品牌发布会呢 我们想让更多人了解我们鸭绿江这个鱼 就是说让别人更了解这个产品之后呢 他们肯定的销售渠道会扩大一些 本次共有13家企业 获得第一批宽店鸭绿江冷水鱼 区域公共品牌使用授权 未来随着区域公共品牌的不断深化打造 鸭绿江冷水鱼也将走向更大的市场 为鸭绿江畔的人们带来更大的效益 明天就是清明了啊 估计有不少人会在这两天 已经提前开始祭祀了 在这要给大伙提个醒 春季天干雾燥 大伙在户外祭祀的时候 尽量不要用火 春季风大 一旦发生火灾是很难控制的 现在是天上大伙要文明祭祀吗 一束鲜花也能表达对亲人的哀思